各位網友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本書 那本書叫做 《為什麼擁有更多,我們卻更不快樂》 這本書有講了我自己的體會 很多人以物質去衡量一個人是否開心 有些人以為自己住更大的屋 駕駛更漂亮的車 更漂亮的遊艇 擁有很多物質的東西 他就會覺得開心 但我認識很多上市公司的人 主席也好 一些大老闆 反過來我經常覺得他在內心裏 就不是那麼開心 因為他經常都有一個比較 比較就是跟其他富豪比較 如果用物質去跟別人比較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不開心 這個是我自己深深的體會 其實開心很簡單 反過來我自己跟朋友打場球 踢場球 打場網球 或者跑一會兒的步 其實還會更加開心 跟一些認識的朋友 好朋友 吹一下水 反而是更開心 那些其實不是用錢去買得到 這些是一些靈性上 感受上的東西 有些人就會覺得 你這樣好像沒有什麼動力去追求這些東西 那我反過來看 那個動力 譬如我拍片的動力 或者是做一些這樣的東西的動力 是不是源於那個物質呢 我覺得物質是佔一部分 並非是全部 即是根據那個馬斯洛那個人的欲望的階梯 最低層次就是在說吃飯 最高層次就是在說靈修那些東西 那 反過來看 其實向人生已經是一個倒數的階段 即是你八十幾歲的命的時候 你可能只剩下二三十年 那其實處於一個倒數的階段 那也都碰過 最近碰過的朋友 他也都有些中年的危機 那他又不是沒有錢 小時候是拿法拉里 住大屋 有錢的人 那去到五十幾歲就迷失了 那 不知是想做些什麼 那 如果我今天我還找到一些目標的時候 有些東西是未實現到的 就去實現 好像譬如寫書 拍視頻 做講座 希望是將自己的東西 是可以感染得到給別人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令到自己開心的其中一個方法 即是有些人看到 覺得可以改變到他的思想 或者令到他有些東西得著 即是剛剛可能一些東西想不通 或者說一聲給他 撥著他 這個有些人我很希望 我能夠做得到 因為香港人實在太忙碌了 他沒有可能關心很多事物 那很多東西 想不通 看不透 那我由於是專注做這件事的時候 可能會講得簡單些 令到他想通了 解決到的問題 這個是我最開心的 即是幫到人 反而是自己最開心的 那快樂可能就是沿著這裏 今天想講的這個題目就到這裏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